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全新一集的Roblox Jailbreak 影片 那麼今集我想跟大家去講一下這個Roblox Jailbreak 還有什麼更新 好啦,今天影片開始前,記得要不要回來了 第一位朋友,我們現在的視頻前就馬上去的影片 那首先大家來到Twitter,你會看到Bassimo他們頂止了一段影片 那我現在按進去,你會看到這裡有一個平時放Airdrop的戰鬥機 那你會看到這裡有一個新的空頭箱,那你會看到有一個降落傘 那它降落在其中一個位置,再看下去,那你會看到這裡有些NPC從天而降 那你會看到這裡有寫All new air drop with NPC 那就是有這個新的Airdrop,那你會看到是有些NPC連同Airdrop 那就會下來,那我現在重新再看一次 那你會看到這裡首先就有一屆戰鬥機,那就放一個新的空頭 那有一個降落傘,那你會看到After Death,那你落完這個空頭 那你會看到有幾個NPC落下來,然後呢,你們就應該要在 在這個500秒的時間裡面去殺死NPC 那你可以獲得到一堆的現金,那我覺得應該是挺正的 雖然不知道我的現金份量是多少,但是這裡寫著 It's time to after NPC那些... 那總之這個呢,那就是有新的NPC去... 就是這個新的AirDrop,也有NPC去保護AirDrop 我覺得這個更新是做得不錯的 再看下去,你會看到這裡有一部手機 你會猜到應該是關於手機的設備更新 即是iPad手機可能會有更新 你會看到這裡有一部手機 你會看到就應該會有一個 它拿著手扣,你會看到這個位置有設定 你會看到可以拉著一個新的東西 上面有兩個就是Rubber Music和Audio Radio 還有其他聲音 你會看到下面有一個新的手機 你會拿著手扣的時候 你應該可以去控制一些人 即是方便一點 再看下去,你會看到這裡有四個木箱 有一個紫色,一個藍色,一個啡色的木箱 沒有什麼特別的顏色 你會看到這些木箱很shiny 好像一些光環圍著它 有三部電腦,有三個木箱 即是你可能要打爆這些木箱才可以獲得到錢 但同時,你打爆這個木箱之前 你應該有幾個NPC保護這個木箱 你應該要殺死NPC 然後再去搞定這個木箱 好,再看下去 你會看到這裡有一個新的 item 就是講NPC 他們說終於做好NPC 你會看到這段片 有一個肥老是一個NPC 那件衣服是Bassimo 即是Asimo的衣服 這個就是第二個NPC 這個就是第三個NPC 帶著頭盔,紅色眼罩的NPC 這個就是一個帶著西部牛仔 牛仔帽的NPC 我覺得這個NPC 這四個NPC 其實我覺得蠻帥的 我覺得它的設計做得不錯 好,再看下去 你會看到這裡 就說有一些新的item 會加上不同的save 那你會看到這裡有一些spoiler 有一些rim 有一些texture 加進去 那首先第一個Lv1這個 就是 免費 就是$5,000這個箱 這個save 那你會看到這裡 就有一個新的item 然後Level2這個箱 1萬5千塊的箱 那你會看到 有一個新的item 一個spoiler 那再看下去 那你會看到 這裡就有一個紅色的 一個三... 一個紅色的一個item 裡面就有一個三角形的item 那我覺得是非常的樣子 那還有一個 五眼綠色的一個彩色的一個rem 都是特別樣子 那再看其他 那你會看到 這裡就有一個 紫色的一個rem 那上面就有一部類似 一部家居的 一部Laptop 電腦 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 應該是電腦 那那個紫色的save 那你會有一個 火焰texture 上面有一個藍色的一個rem 都是特別樣子 就是沒有說特別漂亮 那去到下面 那你再看下去 那你會看到 有一個cargo train 那你會看到 那這裡就說 有upgrade 那你會看到 有一個 即是 有一個新的更新 再看下去 那你會看到 那你會看到 這個火車裡面 那你會看到 有一些laser 那你會看到 是有了一些雷蛇 那你會看到 那你會看到 地板都有雷蛇 那你會看到地板 還有地板不是完整 是有一些缺陷 就是有一些 爛爛的感覺 那你會看到 那你會看到 好像停了在這裡 但是不知道 是不是會 去動動 那些 即是你搶筋的時候 你可能要 一路趴下 看到一些雷蛇 過來的時候 你又要趴下 然後下面的雷蛇 又可能上下 那我覺得 這個cargo train 是比較難搶的 那你會看到 那你會看到 那這裡 那你會看到 那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又可以看到 還有兩條雷蛇 我覺得是非常難的 以前 afk站著 不用做這個 可以獲得到那些錢 但是這次 應該是 這個cargo train 就被人更新了成為比較難的一個cargo train 好 那今集就先拍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LIKE啦訂閱頻道 那我們下一段影片就有機會解說level10的 vehicle 好 那今集就先拍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LIKE啦訂閱頻道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就這樣 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